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7日 在两天之前我发过一个视频 讲述了关于俄罗斯柳叶刀的使用情况 最新放出来的视频反映出柳叶刀的使用效果确实不错 在当时就已经提到当时在赫尔松地区 不光是击毁了那辆防空导弹车 还击毁了M777 现在关于M777的这段视频被放了出来 这个M777还是M777A2 也就是说它后来升级的一款 当时有一朋友就已经说 这个柳叶刀是应该已经被克制住了 所以这个录像它放出来 但是这个可能还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个背景图 大家应该能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树叶它虽然还有 但是已经开始发黄 而且这个地面是完全被整过的地面 也就是说农作物已经完全收掉了 所以它应该不是说很远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应该超过一个月 而且这个视频拍摄的地点据说是在赫尔松地区 所以这个我不能确定 因为我也没看到这上的坐标 这是一个M77 我把这个视频给截下来了几张图 把一个大概的过程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张图呢是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树是已经开始黄了 有点落叶 而且周围这农田场地完全都给清掉了 这个圈呢是这样 它把两辆拖拽车已经完全停到了树边上了 在这个场地当中呢 实际上是有两门M777 而且M777呢是它的改进型号 也就是说它不会是在巴赫木特战场上拍的 也就是说更早那段时间拍出来的 这个完全是比较新的 而且是有数据链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个弹药包 这个弹药包实际上当时在后头啊 这个无人机袭击的时候 是把这个弹药包给引燃了 就说如果说它仅仅是打到这个炮上的话 可能损失啊不会是那么严重 这是大致的状况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另外一张图 这是无人机袭击完以后啊 把这个弹药给引燃了 它好在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拖拽车还在边上啊 拖拽车可能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我们应该注意到 不能确认它是击毁了一门还是两门这个M777 而且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啊是明显 这个监控的无人机明显是在炮兵进入阵地之前啊 就已经开始啊观测这个区域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个烟啊是不是被击中以后冒出的这一烟 这个烟是这个火炮正在发射的时候啊 它产生的烟雾 也就是说它正在射击 实际上这个也就是说它这个炮击的动作实际上执行了没多长时间 就已经被这个无人侦察机给定位了 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乌克兰军队对于中低空的防御还是不行 就是说对这个无人机没有根本没有探测到 而且把周边没有肩扛的这种反飞机的这个操作手啊 导弹手啊去去看护这个天空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飞机可能飞的还是很高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个图片是很不清楚的啊 它这很有可能是这个飞机的很 它飞的很高用这个长焦镜头去看了这个东西 去看了这个这门火炮 所以在地面上的人员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件这架无人机 然后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啊 刘弥刀啊在这个无人机的引导之下 很快就进入到战场啊 它这架飞机明显感觉不是自旋翼 你看它是围绕着盘旋啊 它是围绕着这个围绕着这个两门炮进行的盘旋 就说它没有它没法固定在上面 这时候它引导这个无人机进去啊进行了轰炸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为什么这个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就是说它在不停在空中转 所以它拍出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给大家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这场战斗啊 俄乌之音的战斗啊是非常艰苦的 乌兰在技术上也没有说完全的优势 即使在哈尔松地区似乎人数上占很多优势 但是俄军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俄军还是有很多办法对付前沿的这个炮兵的 而且呢实际上大家引身上想一想 它对这个海马斯是也有威胁的 所以海马斯你不可能贴着这个前沿阵地太近 你不能贴着前沿阵地太近 你发射的火箭弹就是那种长程 那种长程的火箭弹 它的威力啊是相当于短程的 威力要小啊 因为离得越近 它专方部分的越大弹中 所以这个双方啊都是相互克制的 对于赫尔松地区啊 我多讲一句啊 因为这个这个袭击也是发生在赫尔松地区的 赫尔松地区啊 不会那么容易给拿回来 俄罗斯军队也不会轻易放弃赫尔松 好 欢迎大家关注我视频 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